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如何利用捷径 在iPhone上面帮你的照片加上日期或者是浮水印 例如说你们出流的照片想要印出来 或是印上日期当作一个纪念 或者是你想要加上文字的浮水印来标注来源的话 都可以使用今天的方法喔 那我们今天不会下载任何的App 就是直接用iPhone的捷径这款App 那如果你不太清楚捷径是什么东西的话 它有点像是一个App的小小工厂 就是你就自己写出自己的App这样子 发现有点太困难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也会把下载连接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 那我们首先先来示范一下最终成果会是什么样子 假设我今天想要在我一些照片上面加上 拍摄的日期的话我先打开捷径 接着我就直接选上面的照片加上时间标记 接着我就选择照片 然后可以选非常多张 然后按右上角的加入 接着我们打开相簿 它就会像这样子印一个日期在上面这样 当然这个时间的字型还有格式 你也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例如说你还可以加上更细部的时间 例如说几点几分啊 或者你想要更换字型或颜色都是ok的 那我们刚才是示范写完的这个捷径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写出这款非常好用的捷径吧 那首先我们先去找到iPhone的捷径这款App 就是这个 打开之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加入动作 那这些动作就有点像是在写一款小小的App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按这个加入动作 那首先我们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媒体 接着往下滑呢 我们来这边找到一个选取照片的选项 点下去 它就会加进来了有没有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蓝色的按钮可以展开选单 这个选单里面有一个选取多张 我们把它打开 那这个第一个动作我们就加入完成了 接着呢我们要加入下一个动作 我们一样呢把下面的这个选单拉开来 那在同一个选单我们继续往下滑 有一个取得影像详细资讯 这个选项呢我们点它 把它加到这个动作里面 那接着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从照片取得详细资讯 后面有一个蓝色的详细资讯 就在我们点开来 这边呢就可以选择拍摄日期 点下去 然后再来下一步 我们再次滑开这个下面的媒体表单 里面呢往下滑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调整影像大小 在这里点下去 然后接着下一个呢 我们选择调整影像大小为大小 我们选这个大小640 点下去 接着呢我们选择百分比 接着它会出现这个 依照百分之百的百分比调整影像大小 我们选择100这个数字 然后我们这边填入100 好那这一步暂时先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一次打开我们的表单 那一样呢在媒体表单里面往下滑 接着呢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 找到复叠文字这个选项 它就在调整影像大小下面三格 复叠文字点下去 它就会出现在 以调整大小影像的中央复叠文字 我们点选这个中央 接着它会出现一排的选单 那这个东西在选择什么呢 它就是在选你的文字要印在你的照片的哪一个部分 那这边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那大家最常选的应该就是右下角 所以我们这边呢先用右侧底部这个选项来示范 我们就选右侧底部 接着后面有一个位移0% 这边呢我们可以点选这个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差不多2% 意思就是说你的时间跟边界还是会有2%的距离 这个东西你事后还可以回来调整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那个文字离边界太近的话 就可以来调整 再来后面有一个附叠文字 有没有我们点选这个文字 接着在选取变数这一排蓝字的文字里面 我们去找到拍摄日期这个选项 它就会跳出一个表单让你来选日期的格式 那这边就是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 例如说你想要印时间还是单纯印日期都是OK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下面有一个灰色的范例 这边有一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就是最后会出现在你照片上面的文字 那你就可以按上面的日期格式 还有时间格式来调整它的格式这样子 例如说我的日期格式想要再更精简的话 我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选短 它就会用这种比较简约的方式来呈现 或者是我今天不想要时间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点到这个时间里面然后选5 它就会只有日期这样子 所以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那我们选完之后呢就按一下右上角的叉叉 所以这个步骤呢它整个会变成 在以调整大小的影像的右侧底部位2%附叠拍摄日期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蓝色的箭头可以展开这个选单 里面呢可以让你选择字型 例如说第一个系统你点进去就有不同的字型让你选择 例如说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复古风格的字型 然后下面像是字体大小型或者是字体颜色等等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下面呢你也可以帮这个文字加外框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来玩玩看哪一种比较适合你 或者是你今天写完之后呢觉得需要调整的话 你也可以再回来这个画面来调整喔 好那这个步骤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着呢我们再一次划开下面的这个媒体选单 里面呢我们往上滑去找到储存到相簿这个选项 储存到相簿点下去 这边呢它就会出现将包含文字的影像储存到最近项目 接着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个步骤叫做重复喔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整批处理很大量的照片 所以呢我们要将这些步骤再重复每一张照片 那首先我们再一次划开下面的媒体选单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叉叉 然后接着呢在搜寻栏这边呢我们输入重复 接着呢会出现这边有一个重复每一个 我们点这个 在下一个步骤呢有一点点难 就是我们要把画面上面的这个重复储存的照片 媒体中的每一个项目呢拖到上面 所以呢我们就先长按这个选项 然后它就浮起来了有没有 浮起来然后我们把它往上拖 拖到选取照片的下面 然后你会发现下面的结束重复也跟着一起上来了 然后我们要把结束重复拖到最下面 所以我们先长按这个结束重复 它浮起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几个小小的调整 我们先滑到最上面 然后你会看到重复的下面呢 有一个从照片取得拍摄日期 就是这一格就是从照片取得拍摄日期 我们点这一个照片 接着呢我们按清楚变数 然后呢它会变成一个半透明的影像 我们再点一次这个影像 然后我们按选取变数 这边呢会有一个repeat item 中文叫做重复项目 如果你看到的是中文的话呢 就选择重复项目 我们就选这个repeat item 它就会变成从重复项目取得拍摄日期 这样子就是OK的 接着我们再到下一格呢 这个依照100%的百分比调整 影像大小 这个半透明的影像 我们点下去 这边再按一次选取变数 我们再一次找到这个repeat item 点下去 它就会变成依照100%的百分比调整 重复项目大小 这样子整个捷径就写完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的 然后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按下右下角的 播放键来试玩看看喔 首先呢按这个播放键 然后我们就去选择 我们要加上时间的照片 然后按右上角加入 接着滑到最下面呢 就可以看到预览图 点击放大 接着你可以看到 加上的时间样式 如果不满意的话呢 就可以回到原本的画面修改字体大小 那之后这些压完时间的照片 也会直接存到你的相簿 那我们调整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最上面的标题喔 那我现在的标题是调整影像大小 那每个人的标题可能有点不一样 那是他自己命名的 总之呢就是选择他的这个标题 然后这边呢有个重新命名 点下去 这边我们就可以帮这个捷径命个名 那这边呢我就先打照片加日期 然后接着我们按下右上角完成 这样子他就会出现在你的捷径里面 那以后呢你要加日期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进到捷径 然后看到这个照片加日期的按钮 你就点下去 他就会让你选照片 接着就会直接帮你加上日期了 或者是我们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你就是可以直接下载这一款捷径 然后你到你捷径的App里面 就可以直接开始执行 加日期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调整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就是可以点这个捷径的右上角 三个点点 然后里面就可以去修改你的内容 这样子 就是说字体大小啊 或者是你想要压在照片的 不同的部位的话 你都可以来这边调整 再来下一个我们来教大家 如何压伏水印喔 就是文字的伏水印 其实就跟刚才的步骤差不多 只是我们要把拍摄日期的部分 改成文字 那一样呢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复杂 可以在下面的连结下载这个捷径 那我们一样呢 先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来新增一款捷径 里面呢我们开始来加入动作 一样呢先把这个媒体的表单加进来 媒体的表单我们往下滑 去找到选取照片 就跟刚才一样 这边有一个下滑的蓝色按钮 我们点这个选取多张 接着我们把下面媒体的表单 再一次滑开来 然后往下滑去找到调整影像大小 就跟刚才一样 调整影像大小 然后这边呢 我们把大小640呢 点开来选择百分比 这边这个100 半透明的100呢 我们点下去 然后打100 然后按完成 再下一个呢 我们把媒体的表单滑开来 那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叉叉 接着呢在这个搜寻栏这边 我们搜寻文字 然后这边有一个黄色标示的文字 点下去 然后在文字这边呢 你就可以去选你浮水印的内容 例如说我每张照片都要印苹果眉的话 我就是可以在这边输入苹果眉 那假设你每一次浮水印的内容都不一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往后 你就可以到下面这个蓝色这一栏 有没有 你往后的话有一个每次都询问 这个每次都询问的意思是说 你每一批照片都可以自己输入 自己想要的文字这样子 那假设我们用这个来测试看看 然后再来呢 我们到下面的这个搜寻栏这边 我们再一次去找到媒体 然后媒体表单往下滑 然后我们去找到附叠文字这个选项 就跟刚才一样 然后接着呢我们选这个中央 这边你就可以自己选说 你的文字要压在你照片的哪一个部分 例如说压在中间呢 还是压在右上角 你都可以自己选喔 假设我要压在左上角的话呢 我就选左侧顶端 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位移0% 有没有 这边 我们就点这个0% 然后呢我们来调整一下 把它调整到2% 它才不会太靠边缘 然后后面有一个附叠文字 半透明的文字点下去 这边呢下面有一个黄色的文字 有没有 我们就直接选这个 然后接着呢 在后面有一个蓝色的 垫头的这个表单 把它打开来 这边我们一样可以选择字型跟大小喔 大家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 或者是你要不要有外框都可以在这边加 或者是你事后再调整也是OK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这个表单打开来 我们去找到媒体 媒体选单 媒体选单里面往下滑 我们去找到 储存到相簿这个选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加入重复的步骤 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 选了很多张照片的话呢 它其实每一张照片都要经过以上的步骤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媒体选单再次划开来 然后把它按右上角的叉叉关掉 接着呢我们在上面的搜寻栏这边呢 我们输入重复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复每一个 这边按下去 然后跟刚才一样呢 我们要把这个重复拉到最上面 把它拉到选取照片的下面 所以呢我们就先强按这个重复 然后呢把它往上滑 选取照片的下面 然后结束重复也跟着上来了 对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结束重复拉到最下面 先按住然后往下滑 然后接着呢我们再回到最上面 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动作叫做 依照100%的百分比调整照片大小 我们选这个照片 里面呢有一个清除变数 点下去 接着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半透明的影像 点下去 接着选选取变数 接着一样按这个repeat item 或者是中文它是重复项目 点下去 它就会变成依照100%的百分比调整重复项目大小 接着我们再到下面 这边呢有一个 在影像的左侧顶端附叠文字 我们点选这个半透明的影像 然后我们再一次点选选取变数 然后它会让你去选蓝色的字 我们就选择上面的这个 以调整大小的影像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要把文字拖到最上面 就是我们看到 这边有一个文字 然后每次都询问嘛 或者是里面是你想要浮水印的内容 我们就先长按这个文字 然后把它拖到最上面 这样子就整个步骤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可以按右下角的播放键 来测试看看这个功能 它这边就跳出了一个文字的方块 如果你今天是固定的文字 就不会跳出这个文字的方块 因为我刚才有说呢 如果我们每一批的照片 都想要印不同的文字的话呢 才需要按那个每次都询问的按钮 就是说我输入2023新竹旅游 我就按完成 然后呢它就会让我来选照片 按右上角加入 然后它就会开始处理 那你就等它跑完 跑完没有动作之后呢 我滑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你的照片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大 这边有一个放大的按钮 这里点下去 那你就可以来看一下 你的成果满不满意 那如果你觉得 它的这个字啊 颜色或者是 你想要帮它加边框等等的话呢 你就可以回到刚才的步骤里面 去调整它的字体的颜色之类的 那这些照片就是已经存到你的相簿里面 所以你也可以到相簿里面去看 那这样子我们就全部都写完了 那我们来帮这个捷径命名的名哦 我们按一下最上面的标题 就是这个标题 那每个人的标题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你就可以点下去 然后按重新命名 就是说我帮它命名为加浮水印 然后接着呢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你就会在你的捷径里面 看到这个加浮水印的捷径了 那之后你想要处理你的照片的时候 你就是直接进到捷径的APP 然后呢你就点这个加浮水印的捷径 它就会直接开始让你加文字啊 然后选照片这样子 就像我刚才说 它有点像自己写一款小小的APP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功的写出这个捷径呢 或是大家在写捷径的时候 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好那我们今天加浮水印的捷径教学 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怎样的题材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另外一些比较顺话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